男友就说,因为我一位同学,也不是他了,但是他会问我,老师,这个什么地方他不懂,那我说他讲了半天,我也不懂,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,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买个投影机,投影机投影机,投影机投下来,那你没有问题的话,就回家就是把他录下来,因为你会录的话,你就找你的晚辈,把他录下来,录下来,录下来,把那一节上个都在,比如说, 就装在USB里面,然后什么SD里面,上课的时候呢,就拿出来,那我以后呢,每一次呢,我就带个SD,带个这个投影机来,本来是有两个方案,一个是投影机的话,是每班自己自己买,然后由班长保管,可是这样我发现我有五个班的话,也是合格经纪嘛,对,一个投影机现在少了一万多块了,后来我看就是由我来统一买,我也是带来, 那以前我跟这班收两百块,那现在收一百块就好,那上次收,每个人收两百块,我今天把新闻配为选择,那新闻没有缴,就是缴一百块,投影机的钱,投影机钱,然后以后就不用缴,以后有新闻进来的话,就叫缴一百块,缴一次就可以,就可以,就可以,就可以用这个投影机就可以了,上次谈那个,下次有温柔的表,里面所有的招式, 我都知道,我都教过了,有些同学看那个,好像那个,我都不会看过,实际上我都教过了,那他人家为什么会把它串起来,做在一起呢,他是有用心的,那你们现在还找不到方向,那我以后呢,就可以把它那个,等一下,比如说里面,好,你就说假如像,尤其是那个杨姐她最会问,对不对, 那我说,你很简单吧,你就死黑这一片,你每次回来看,看不懂,你再来再问,那为什么这个,这怎么谈呢,我就里面告诉你,怎么谈,那我再解释一下,让你问,了解,比如说那里面,他也许,像是温柔,他用了十招,这十招他把它串在一起,能够串在一起,不容易的时间,那你们现在能够谈一招,就是把这个一招,第一种丢这一招,重复谈到的,能够谈好也就不会, 这个不容易的,他是把,比如说十招里面串在一起,这个不容易的,那这个同学也不要羡慕,人家是有用心的,他是有用心的,而且他,他的,还有,就还有一点,他是,比如说,他现在,他琴啊,进步很多,他是因为有做乐团的关系,乐团很重要,上来弹奏,他发现所有的感觉不一样,跟你一个人在那边弹, 完全两回事,你上来之后,又有贝斯,又有这个吹上哨,又有歌星唱,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,跟你一个人在那边弹两回事,你上来,然后你轻易慢慢游,慢慢游,所以就,这才会进步,所以他进步非常多,你如果一个人弹,弹得再好,每天苦练一首歌,练得再好,一上台一合作,你就完蛋了,所以说这个很重要, 所以我为什么说,这边要培养你们,上来弹,我大把被子,你会感受到乐团,完全不一样的感觉